来看看怎么又出现了恐怖情人呢 这是一名自出餐店的黄姓厨师 在市场认识了已经离婚的马姓女子 两人交往没有多久就同居 不过因为呢 马姓女子的家人反对两人交往 所以日前马姓女子提出分手 让黄姓男子相当不满 就在昨天早上带着早餐 和呢这个女友要来谈判 结果呢最后求和未果 疑似呢反遭辱骂一气之下 就拿出鲨鱼刀朝着女友的颈部刺了好几刀 最后马姓女子是嫌过多 送医不治 那么黄姓男子呢行凶之后 自己呢也来到了派出所自首 得知女友已经死亡 也删了泪下 最后捡警依照杀人罪嫌 将他一送法办